最新爱的最大领袖和党势 保住其我们向您高言泄信 我们一定决后可你们 满羞藏羞 头可算 越可流 你敢发挥思想用不掉 媒体报道 网友热议 美国的搜索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齐小天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观众朋友们先点个赞 这样可以让YouTube的算法 更多的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这些墙外的声音传播的更远 谢谢大家 这周六是毛泽东去世的47周年 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视频 就是在1976年9月9号 毛泽东去世时 当初的中国人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不知道生活在习近平新时代的各位观众 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感受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 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政权存续的合法性 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也就是说 民众让渡自己的自由给独裁政府 政府让民众的荷包暖和 过上好日子 然而 时下的中国经济 肉眼可见处于崩溃之中 那么 中共是否即将失去政权的合法性呢 换言之 一旦经济崩了 习近平就会倒台嘛 外交政客的一篇报道 对此做出了分析 题目是 中国经济可能疲软 但不要期待政权崩溃 报道说 自从中国今年第二季度 没有达到其GDP增长目标以来 西方媒体开始预测 中国进入了经济的四循环 尽管习近平试图减轻这一失败 目前看来 他没有这个能力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 正在进入停滞期 然而 所有这些评估和预测 听起来很耳熟 在2020年 ABC新闻的一篇文章称 中国共产党正值 一党专政政府的致命年龄 因为大多数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 都没有存活超过70年 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的确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减缓 原因包括 通货紧缩 房地产危机 出口疲软和青年失业率高 然而 从中共建政70多年历史来看 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远比毛泽东时代要好得多 据估计 1960年至1962年间 由于毛泽东的瞎折腾 又有3000万中国人因饥荒而死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然而 毛泽东的政权幸存了下来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 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 相比之下 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 建立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基础上 如今习近平的合法性不仅依赖于经济表现 还依赖于政治控制 宣传 强制力和金字塔式的组织 经济表现不佳 可能会损害习近平的声誉 但它并不会从根本上损害中共的政治体制 由习近平本人主导的许多部署欢迎 且未能完全实现的项目 包括清零政策和雄安新区等 都没有削弱它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除非经济和政治同时崩溃 否则习近平的政权不会崩溃 即使仅从经济角度看 对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测也被夸大了 中国经济受到中共的严格控制 中共有能力动用全国的资源来发展经济 防止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于此中时 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民要造反 自美中贸易战以来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一直高涨 这种民族主义有助于中共保持其权利 因为中共将经济问题的责任 转嫁给美国和西方社会 中共仍然强大而有影响力 如果需要进行改革 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当前政治体制内进行改革 从历史上来看 该当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这也是中共能够延续到21世纪的原因 新技术包括互联网 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 也增强了中共稳定社会的权利 如果有必要 中共可以像一些独裁国家曾经做过的一样 切断互联网 以防止大规模的公众聚集 美国从邓小平开始 一直希望着中国会发生政治改革 然而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 中共的所有高级领导人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因为他们是由党产生的 所以必须代表党的利益 他们对政治改革根本就没有兴趣 毫无疑问 相当大比例的中国人 正在失去对习近平政权的信心 然而 中国中产阶级是中共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在当今情况下 不愿意反对中国共产党 另外 中国现在没有引发大规模运动的火种 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和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 分别由总理周恩来 和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引发 他们各自是备受喜爱的人物 被视为代表人民利益 有人猜测 中共政府正在为中共前最高领导人 胡锦涛的去世做准备 即使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这种情况 胡锦涛也没有足够的魅力 是他的去世能引发大规模的反对习近平政权的政治运动 此外 没有人愿意反对习近平 也没有人有能力取代他 这篇文章所推导出的结论令人沮丧 人们称呼习近平是总加速师 言下之意是希望习近平的倒行逆施玩得更彻底一些 哪怕经济崩盘 自己迟早度日 愿意用同归于尽的惨烈换来独裁政权的崩溃 迎来民主的曙光 然而 面对习近平的皇帝尹和中共日益完善的严厉管控 这种同归于尽的想法 看来不能换来习近平的倒台 那么 中国民众的出路在哪里呢 请在留言区写下你的见解 梁启超的《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 常被靠学生运动起家的中共 用来煽动青年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然而 高企的青年失业率 让这股被中共操纵的政治力量 成了一座随时都会喷发的火山 对于随时会反噬到 自己的政权稳定的大量失业青年 习近平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纽约时报对此做出了报道 题目是 青年失业率高起 习近平的高压政策有用吗 报道说 今年8月 中国政府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数据 在16至24岁的中国公民中 城镇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 随后 政府迅速决定暂停公布城镇青年失业率 目前的数据已经糟糕透顶 与阿拉伯之春前夕整个中东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大致相同 中国共产党深知 大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失业青年群体 有能力挑战其权威 毕竟 中共本身也是这样诞生的 几十年来 党国的执政合法性依赖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如今 执行目标都已岌岌可危 中共并不是第一次需要应对城市失业问题 在过去的70多年中 这个问题一直出现 不过中共一向要么通过政治镇压来遏制这个问题 要么被有利的经济发展所缓解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农民纷纷离开破败的乡村 到大城市寻找工作 为了限制这样的人口迁移 中共出台严厉的户口制度 阻止公民在登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获得社会服务 少了农村求职者的竞争 城市居民的就业就能得到更多保障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经济和人口构结受到的新冲击 再次增加了青年失业的威胁 由于大跃进的灾难 加上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中国经济步履蹒跚 而且属于中国城镇婴儿潮的一代人 即将毕业进入不断恶化的就业市场 1966年 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 强迫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去农村种田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末 曾是毛时代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 在市场改革浪潮中经历了大规模下岗 再次威胁到城镇就业 亚洲金融危机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东北萧桥的工作城市出现了 国企下岗员工和退休人员的抗议活动 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带来了大量外资和工作岗位 从而挽救了局面 如今中国再次走入这个循环 政府将不出意外的以压制作为应对方法 这一次习近平似乎没有政策排科大了 随着40年繁荣期的结束 中国摆脱经济困境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习近平也想模仿毛泽东 早在2018年 习近平就号召开展送城市青年下乡活动 每隔几年就再次发出呼吁 即使城市青年真的有兴趣响应这一号召 那里也不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农村了 可耕地一直在减少 今年来 虚弱幻想破灭的中国年轻人 加入了一场名为躺平的反工作运动 以摆烂当作无声的反抗 一位研究这一运动的北京大学经济学家估计 如果把那些自愿躺平的人计算在内 几乎一半的中国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 像这样的问题引发了 关于共产党统治是否受到威胁的猜测 但这还为时过早 从晚清时期到今天 零星的抗议活动很少构成 对中央政府统治的实质性挑战 抗议者的诉求通常是针对地方官员的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当觉醒的知识分子将古里的抗议活动 联系成一个组织有序的运动 要求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时 抗议活动才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这正是中共的创始人当初所做的 不过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已经对知识分子 采取了严厉的打压 各种维权组织 甚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都被逮捕或被强迫解散他们的组织 面不识别 广泛使用的监控摄像头和手机追踪等新技术 使政府有了更大的能力 来监视个人的行动和思想 这种全面的转向已经如此彻底 以至于中国越来越常备与朝鲜相比较 监狱党的历史 很明显 这些举措至少部分是为了遏制经济恶化 带来的政治后果 监狱习近平政权在过去十年里 一心一意地完善了 用于镇压民众的基础设施 没有太多理由认为他的政权不会用暴力手段 镇压抗议活动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似乎打算将压制作为应对经济放缓的主要政策 但尽管这可能会防止对政权的威胁 但它将使党陷入更深的困境 进一步扼杀国家的经济活力 像外交政客的文章一样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结论也让人沮丧 习近平对于超高青年失业率的终极解决方案 就是利用专政机器进行镇压 从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的青年总是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 一直站在革命的最前沿 当然也一次次被血腥镇压 难道这是中国近现代青年人难以摆脱的宿命吗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活节 上期我们看到了周黛宇 周小平同志公开支持妻子王芳 在乌克兰的一个被俄罗斯轰炸了的避难所 唱苏联歌曲 结果胡锡进对此发推评论 中共的两条中拳就互相撕咬起来了 周黛宇昨天发帖说 那个胡什么劲的小网红 万一他老婆要哪天干了点人事 他必然也是不会支持吧 他的帖子包括了一张 长相酷似胡锡进的狗 结果这几位小粉红好像得瑟大劲了 李老师昨天报道 有网红发现 目前王芳在马里屋波尔剧院唱歌的视频 在B站上基本全部消失了 在微博上 歌手王芳话题被封禁 推着网友评论 赵家江山越加坟 杭州酒肉变州魂 家奴临时扔户主 却是可怜可恨人 中国经济困境的迹象无处不在 直辖市天津的政府看来没钱了 该城市的公交集团已经拖欠员工薪水三个月了 一位员工昨天发帖说 公交集团的领导们 我们一线职工咋办呢 从6月份到现在没有发放一分钱工资 并且保险也停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 我来给你证实一下 欠了六七八三个月的工资 从元旦到现在的所有加班费 高温费 养老保险还欠了好多个月 现在医保也停了 以上都是真的 因为我就是公交司机 一位网友说 这么惨啊 领导们发钱吗 另一位网友回应 公交领导都是粘心 对着网友苦笑地说 触犯了劳动法又怎么样 政府不对自己执法 今天的荒难图片作业 是这张福建某学校 对学生进校实行安检的图片 图片里 一个员工拿着金属探测器 挨个儿给小学生们进行检查 观众朋友们 你们说 为什么要对国内小学生 做出这么样的安检 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那些有才的评论 一名回应幼儿园举办的家长 集体宣誓的视频说 家长担心询问都是人之常情 要是我 我会退出这样强制绑架我的幼儿园 什么玩意啊 JL讽刺地说 这个幼儿园有意思 其实只需要一句话 大家集体签署意见书 承诺孩子只要是活的就行 徐刚说 当你翻开习思想读本 里面洋洋洒洒写了很多 但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你们都不行 只有我行 兵许回应 想把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当作犯罪行为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说 和伊朗朝鲜一样 典型的警察国家 国人自求多福吧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中国的古代人 有不剪头发的传统 清军入关后 强迫汉人剃头留辫子 并威胁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意思是 要么剪头发 要么砍头 现在的中国 好像已经回到了当初 网友发视频说 好像是中学开学 反校学生的头发 不符合要求 在校门口简 网友预测说 下一步 全民绿军装 别说 全民绿军装 还真不是个 不可思议的可能性 这位网友转发了 战略支援部队 文艺小分队的 文革版歌颂 习近平语录 推着网友沮丧地说 是时候出红宝书 志向张了 网友说 9月9日 湖北某警区 为了等待 11名外国游客 现场上千名中国游客 迟迟无法观看 节目演出 我想说 这当地旅游部门 深深伤害了 中国人民的感情 依法要拘留15天 推着网友问道 究竟是谁 才是被殖民的职人 另一位网友笑着说 打不过洋人 还打不了你吗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 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 放到里描述区里和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 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 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